大家好,欢迎收看新爱琴琵琶分钟课堂,我是刘爱荷 接下来为大家讲解换靶 换靶是指我们的左手和手指从一个靶位移向另一个靶位 这样的动作叫做换靶 那么我们在换靶这个动作当中啊 我们这个手和手指移动是和弦平行的 是这样顺着移下去的 它是由肩、大臂、小臂、手腕、手掌以及手指各个部位 非常统一非常协调的一个动作来完成的 任何一个动作上的不协调呢都会导致换靶的失误 好,我们从一个靶位移向另一个靶位的过程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们弹音阶 好,现在要弹骚了 这个手是不从弦上离开的 就不要跳起来 这样的话我们音会断掉 我们要让这个音保持下去 不要让音断开 手指是一直贴在琴弦上 然后换下来 这样 好,那么我们在手往下滑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就是发这个音是前面第一个把位的最后一个音 这个发其实呢 就是会有一个向下走的趋势 我们要把这个趋势给它做出来 趋势 有一个往下走的趋势 手一定不要离开弦 不要这样跳跳跳 这样 然后同时呢 我们在光在第一把位这样按弦的时候 也不要做到我刚刚那样跳起来 这样是不对的 我们一定要十指摁完之后 接着弹中指 然后落下无名指 弹到无名指的时候 十指和中指是不抬起来的 不抬起来 我们就是他俩是要帮着无名指一起摁弦的 好,然后换把滑 不抬起来 滑着走 好,那么回来的时候 也是一样的 不跳起来 滑着走 好,再来一遍 滑 这样 但是呢 我们不要听见中间那个滑的过程 弹干净就可以了 然后 我们在就是进行换把这个动作的时候 我们的左手还是要保持我们刚开始最基本的那个手型 就是都是微微鼓起来的 千万不要折指 好 那么他这个左手在用力的时候 用力的过程是这样的 在原本的一把位 用力 然后放松 放松 因为要往下走了 我们如果僵硬在这里 他滑不下去 放松 然后滑下来 再使劲 把这个滑下来的下巴 第二个把位的第一个音按好 放松 滑下来 按好 放松 滑下来 这样 我们就可以很流畅的 把这个换把的动作给他完成 然后我们在整个换把的过程当中 同样也要注意这个手部的放松 就是一定是整个手臂也都是放松的 千万不可以过度的紧 这样的话我们换把都不是很方便 而且再加之 我们后续的练习当中 换把是非常非常常见 基本上每几个音我们就要换一次把 这样的一个练习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保证手臂的放松 然后在移动的过程当中 如果说我还没有移动到这里 手臂就已经开始使劲了 同样也会造成我们换把上的问题 所以我们还是主要就是放松 然后在换把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大指同样要跟着移动 就像我们在暗音那节课当中说到的 我们这个大指换到哪里 它会有相应的位置 我们要调整它的位置 换把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大指要跟着一起动 千万不可以 好我要换到二把位了 大指留在一把位 这样是不对的 它是一个整体的运动 要一起跟着它下来 好的 然后我们在移动的时候 如果说大指不够放松的话 不是这样滑下来 其实大指也很放松啊 如果不是这样下来的话 它可能也会造成换把时候的这种卡顿 不够流畅 所以说我们无论是手臂还是手指手掌 在换把的时候都是放松的 放松 放松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要保证左手 手掌的稳定性 不可以 然后来回晃晃晃 然后到下面 它一定是保持住最开始基本的手型 包括下面也是 保持住 我们就要保持手的稳定性 其次呢 是我们在换下来的时候 一定要找准音 三个字总结就是快准狠 直接到 我们眼睛要提前看到 你要换下去的那个音 提前看 换下来 因为在很多的曲子当中 并不是像现在的 极劲这样的关系 排列下去的 发接到骚 很有可能发 我要接到right 那这个时候呢 我一定是眼睛提前看好right的位置 直接换到位 看到位 快速地滑下去 快速地换到位 把音按准 这样的话我们的换把 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以上就是这节课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大家观看之后 能够有所收获 喜爱的琴就在 喜爱琴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